大家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是一篇有趣的統計學報導 我覺得超棒的 我先讀一下標題給你聽喔 Here are the ages you peak at everything throughout life 所以這些就是 以下就是這些年齡啊 那這些年齡是你會 peak at everything 所以你在每一樣人生中的東西 在不同年齡層到達最頂峰的狀態的時候 所以peak這個字就頂峰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peak 有時候講說那個峰還有像ridge這個字 就是山領的那個領 就是ridge這個字 它能用在很多其他地方 例如說你看那個吃洋芋片有說波浪型的 那你把它拿到眼前這樣仔細看 不就是有一個像0的概念嗎 所以ridge這個是用在這裡也OK 錢幣你如果拿近一點看 你會看到它的邊邊有一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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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樣的形狀有沒有 所以那個那個形狀是不是好像 就是直直看也像一個山領的概念一樣 所以這個也叫ridge 所以mountain ridge 山領 那山峰 peak 還有一個詞叫做summit 也是山峰的意思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給你猜世界各國的那種舉辦的高峰會用的是哪一個字 summit OK 像那個g8 g7 g多少的summit 就不會是g8 peak g8 ridge 不是g8 summit 所以高峰會summit 所以這邊以下就是這個各種不同的年齡 然後在這些年齡 在某個年齡你什麼什麼地方是哪一項最強的之類的 所以整個人生過程中 我們就很快先讀一下這個圖 我想要先把圖讀完 我很抱歉這這麼小 我再放大也沒屁用說真的 但我讀給你聽啦好不好 你就你用聽的也沒有關係啦說實在的 所以你看這裡7歲 所以7歲的時候是learning a new language 最強 所以你想要學一個新語言 7歲是最好學習的時候 過了就不是最好的的時間點了 大概就這樣 好然後18歲的時候怎麼了呢 brain processing power 腦袋處理東西的力量是最強的 如果你是一個CPU 電腦的那個中央處理器的話 所以處理最強的時候就是在18歲的時候 然後22歲幹嘛呢 remembering names 22歲是寄人家名字最好寄的時候 23歲 有兩件事 第一個是life satisfaction 也就是人生的滿意度 會在23歲到達高峰 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個年輕的觀眾 你覺得你現在人生是高峰嗎 不知道 而且先給你一個preview 等一下還有一個人生高峰 所以我們一生中有兩個點 是你覺得人生的滿意度是最高的 好然後23歲另外一件發生的是 female attractiveness to men 所以女生對於男生的吸引力魅力 是在23歲的頂峰 我有點不同意 我認為女人最美的時候 是從26歲開始 一路美到你保養不動為止 所以你要是能保養 六七十歲都還非常的attractive 好啦這個公為女生 但我覺得是26歲 因為我覺得女生 在26歲以前都還在嘗試自己 最漂亮的樣子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可能會多試各種髮型 不同的衣著打扮這些的 直到26歲以後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覺得你最漂亮就是這樣 然後再怎麼改都不會脫離一個主線 你可能會因應著時代的變化 流行的變化做一些微調 可是你會知道你最美的樣子 大概是怎麼呈現出來的 That's my opinion But that's me 所以他這裡說的是 23歲 是女生的attractiveness to men 是高點 peak 25歲 muscle strength 所以25歲的時候 是你肌肉力量最強的時候 之後就走下坡了 26歲 finding a partner for marriage 26歲找人結婚 26歲最完美 我個人也是26結婚的 但我兩年就理了 oh well 28歲 跑馬拉松最棒的時候 running a marathon 有趣 30歲 bone mass 骨質 所以mass這個字有 質量的意思 跟重量不一樣 重量是weight 我這邊都沒打筆記 因為我想先把這個讀完給你聽 讀反正也是 我知道很多人用聽的嘛 30歲 bone mass 你的骨質最高的時候 30歲以後 往下飆 OK 31歲 什麼最強呢 你如果用聽的給你猜 大概也很難猜到 竟然是下棋最強的時候 31歲 32歲 我們剛剛有一個記名字 22歲最會記名字 32歲最會幹嘛 remembering faces 記臉最強是32歲 反正之後也是往下掉了 然後接下來 33 34 35 36 37 38都沒有任何屁事發生 可能你就被生活追著跑吧 39歲發生的事情 女人的薪水在39歲的時候是最高點 Celary Women's salary Peaks at age 39 Interesting 40歲的時候 Making a Nobel Prize winning discovery 40歲是在你 你能夠發現一個能得到諾貝爾獎的這個世紀大發現 OK 或者科學的breakthrough 大概會在40歲的時候發生 Nobel Prize 就是諾貝爾獎 OK A Nobel Prize winning discovery 然後41歲到47歲沒有任何屁事發生 可能也是被生活追著跑 48歲是男人的salary最高點 So men's salary peak at age 48 OK 然後50歲是 arithmetic skills Arithmetic是數學能力 而且我這邊我必須停一下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補充有點重要 Arithmetic的重點在於加減乘除 而它跟數學Mathematics不一樣 就是Mathematics就包括了 微積分啦 幾何啦 所以Calculus Algebra Trigonometry 三角函數 這些是Mathematics 只講加減乘除叫做Arithmetics OK 所以50歲的時候加減乘除最強 蠻有趣的 所以50歲做公文數學最厲害就是 你可能不知道公文數學是什麼 我也不想解釋給你聽了 51歲 什麼最強呢 Understanding people's emotions 理解人們的情緒是51歲最強 所以我現在44歲 我可能對理解人們的情緒還有待加強 我想也是說真的 不過我也覺得理解人們的情緒這件事情 我真的有逐年增強 而在我越年輕一點的時候 真的對於理解人們的情緒不是很在行 OK 甚至有時候讀空氣的能力也相對來說比較低 but that's before 現在有好一點 或許以後會更好 那也很棒這樣子 然後再往下看 很有趣的是52歲一路到68歲都沒有 表示人就開始在衰老 可是卻有其中一些點卻變強了 剩下的也不多啦說真的 所以好 所以52歲到68歲 Nothing Nothing zip 69歲 人生的滿足點又到了高 又到了高點了 高潮點 所以剛剛的23歲是 life satisfaction的peak 69歲又來到了一次peak 很有趣 然後71歲 vocabulary變得很強 所以智慧能力71歲反而變很強 所以或許就解釋了總統如果在70歲上下的時候反而更變才無礙一點點 I don't know 然後74歲 happiness with your body 74歲是你對你的身體最快樂的時候 OK 我蠻難想像的 因為我會覺得74歲可能身體已經慢慢走下坡 可是我不知道 或許到那時候我會有這樣的體育也不一定 我希望 然後接下來75歲到81歲沒有P4發生 到了82歲也就是最後了 後來就沒有任何的高峰了 82歲的高峰是psychological well-being 也就是在你的心理層面上 是你的最高峰的時候 心理的well-being是福祉 他不太能夠跟health這件事情 equate做相等 所以或許是我現在智慧能力還不夠強 因為我還沒有到71歲 所以我還不太能夠去好好解釋well-being跟health的差別在哪裡 很像我說真的 OK 像我如果說我的經濟狀況不錯 有這麼一個詞叫做economic well-being 這OK financial well-being OK 它跟健康就沒關係了對不對 你不會說我有economic health that sounds weird 所以well-being就是好狀態 所以在你的psychological well-being方面 82歲就是頂峰 而82歲到90歲沒有任何事情了 所以到82歲我們的peak就用完了 82歲以後不用再期待人生有任何的peak了 好悲傷啊幹 不過82歲也夠了吧 你還想怎樣對不對 好我們簡單的補充一些東西就好了 OK說實在的能補充的 我這裡有只有一點點不太多 我這邊有一個字叫process 呃 cool OK 所以其中一個重點 你的腦袋的processing power 18歲的時候peak OK cool 呃我想強調一下process是處理 那它跟possess這個詞有時候會搞混 你看拼字的方式也蠻像的齁 一個是p-r-o-c-e-s-s 一個是p-o-s-s-e-s-s 所以第一個字呃處理process 它有過程的意思 possess是擁有 那更常比的其實是procedure 所以process跟procedure常常來比 都有處理的意思齁 處理呃處理程序或之類的 我們有時候喜歡講SOP 就是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所以procedure比較像是一條條條列的這個 處理事情的過程 如果並不是條列下來的這種一樣一樣按部就班的那個叫做 那個可以叫做process OK 所以小小不太一樣 marathon剛剛說的是這個 呃跑馬拉松 所以我記得沒記錯啊 是28歲是不是啊 yes OK running a marathon 最強的時候 然後骨質叫做bone mass 可以 那我有想到另外一個概念可以介紹一下 叫bio mass bio 就biology的開拓嘛 yes 所以bio mass的概念是什麼 bio mass的概念是 某一種生物 你把它每一個個體加起來總共的質量就是bio mass 有一個說法齁 這個說法你聽聽就好 似乎也沒有科學證明 就是人類的bio mass 也就是把每個人類的體重質量加在一起 這個bio mass 跟全地球的螞蟻的bio mass加在一起做比較的話 似乎螞蟻會贏過人類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confirm好像沒有 不過是個蠻有趣的鄉野傳奇就是了吧 大概是 好這個補充聽一下就算了無聊 然後呢 再講到下一個詞要補充的 puberty yes 所以剛剛講7歲嘛 是最好的學員的年齡對不對 所以他說的就是generally 在puberty之前會比較好 所以puberty是什麼 就青春期 所以我們多講幾個有關於puberty 青春期的同意的字 所以puberty是青春期 還有adolescence也是青春期 adolescence 還有teenage也是青春期的意思 都應該蠻好理解的 OK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我們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說 記得名字最強的時候是22歲 所以我先讀一下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unfamiliar names peaks at about 22 所以記得不熟悉的名字的能力 大概22歲最高 然後 然後他就說了我們人生中都有過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 認識一個新朋友 他的名字左而進右而出 我到現在也還常真的會 所以很多學生的名字我記不牢 或者你是我的學生 兩個月後或一年後幾年後看到你 我真的會想不曉你的名字是什麼 甚至兩個禮拜也都好看 所以他用一個我讀一下 we've all been there 什麼叫we've all been there 就是我們都曾經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把這個也說一下 這是英文中很常聽到的 we've all been there 你可能會說where 我沒有where 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location 所以他的意思總之就是 你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所以能不能把我們改成我 yes 你跟我描述一件事情我說 我也有過啦 所以我會跟你說 I've been there 所以你不會說 你不用囉嗦到說 oh I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no 你直接說 I've been there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補充蠻有用的喔 把它記起來 所以他這裡就說了 we've all been there 我們都有過 you just met someone new 你遇上一個新朋友 and their name went in one year and out the other 哈哈 他們的名字 went in one year 一隻耳朵進去 然後out the other 從另外一隻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中文說的 左而進右而出 so 我們這裡把它補充一下 went in went in進去 然後one year 一隻耳朵 and out the other 所以這裡這個out 前面就少了一個went的這個字 因為它不用再說一次了 so went in one year and went out the other 不用講那麼囉嗦 went in one year and out the other 那你知道one跟the other 就是只有兩隻的概念 這應該沒問題 ok out the other 好 太好了 Alright 然後我要講 這句先算了 我要講一個最 最後的一個這個 他有講到一個 最有趣的 在文章後面 提到一個 我覺得超有趣的一個概念 這跟我們華人的那個 遇上9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遇到9的時候 像19歲 29歲 39歲 78 79歲 我們遇到9 是不是會跳過 不過生日 還是幹嘛的 我們好像有這麼一個習俗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這裡說了一個 很有趣的finding people are most likely to make big decisions when their age ends in a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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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九做結尾 我把這句再翻譯一次給你聽 人們哪 most likely 就最有可能 來去做一些大決定 當他們的年齡 後面是9的時候 ends in a nine 的時候 他給了一些 我們先把他看下去 There really is something daunting about approaching a round numbered birthday 他說的是 他這裡說的意思是 這個 daunting的意思就是 令人家覺得 很不舒服很難過 很沮喪很 daunting 所以don't這個字 OK 所以 there is something daunting about什麼呢 about 接近一個 round numbered birthday 什麼叫round numbered呢 我們有一個動作叫round round up跟round down 分別就是進位上去 跟退位下去 所以我們講說 四捨五入 所以 要是我們說 四捨五入 所以要是有一個 某個數字 然後只要是逢四 就退回原本的那個十位數 所以七十四變成七十 七十六變成八十 你懂我意思 所以七十六變成八十 就是round up 就是五入 那 七十三變成七 七十三變成七十 就是round down 就是把他 四捨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什麼叫round number 就是一個整數 就是十位數的整數這樣子 所以 there is something daunting about approaching a round numbered birthday 所以就是你的年齡到整數的時候 就 有一點這種 心 這種 會挖的感覺就來了 所以 researchers looking at people who were 29 39 49 or 59 found 所以他們找到29 39 to make a big life change good or bad 他們就有可能會做一些很大的改變 不管好還是不好的 都會在9的時候做改變 they found that these nine enders 所以創造的是一個新字 就是以9結尾的人 他們覺得這些9結尾的人 were overrepresented in groups of people seeking to have an affair 所以這些 9結尾的人呢 就overrepresented 就他們的代表數量實在是遠超過其他的數量 在以下這些活動裡 so in groups of people 在這些人群中 seeking 尋求著 to have an affair 魂外勤 people killing themselves 自殺 and people running a marathon for the first time 以及跑馬拉松第一次跑 所以9結尾的人都會做這些大決定 再讀一次跟你聽 they found that these nine enders were overrepresented 我剛剛沒有特別講overrepresented 也就是在 剛剛講的跑馬拉松自殺或者婚外勤的 這麼多的數字的人中 絕大部分都是已久結尾年齡的 所以也就是 they were overrepresented 他們的代表 代表數量是遠超過其他數字的這些人群的 so they were overrepresented in groups of people seeking to have an affair people killing themselves and people running a marathon for the first time 這個結尾我真的覺得太有趣了 這文章到底就結束了 ok到這裡結束 所以 逢酒必變 我這裡就寫了一個中文 所以逢酒 必有大便 不是那個大便 是那個大便 你知道我講哪個大便 我們就講到這裡 我是Paul 欸我好像忘記複習 要不要複習啊 我覺得大概不用了 因為我這裡並沒有太多的單詞 說實在的 要複習的話 等於要不要那個表格再講一次 那算了啦 你自己再看一次 大概也就夠了 或者你可以去讀這個文章 把它再細看一點點 這是我更鼓勵的事情 那 好啦我是Paul再一次 我們下次見